HKG部推介为大家送上《今日必看》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案 今天3月28日踏入第54天的审讯 第4名重返证人十二门徒之一的李宇軒 第11日作供继续接受控方转问 控方展示李宇軒和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委员培伦德 在2020年6月下旬香港国安法生效前的通讯 显示培伦德曾经提及要调整策略 例如利用香港未来半年会发生的事来推翻中共 而香港协会因此遭受牵连 培伦德是知名的反华分子 2019年10月份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忽然租英国安格里亚路斯金大学 褫夺了名誉博士学位 培伦德就是事件的幕后黑手 李宇軒表示他理解培伦德所言即是揽炒 并回复对方指香港人乐意扮演这个角色 李宇軒肯法官的讯问下同意 当时是希望外国政府能够作出被谴责声明更多的行动 控方展示信息显示 培伦德曾经问过李宇軒 会否有针对香港国安法的游行 但李宇軒就预计短期内应该都不会有大规模的游行 因为香港人认为没有实际的用途 因为得到的只有谴责声明 培伦德指出香港希望自治的方法就是推翻中共 认为应该从北京那边开始着眼 首先要向中国作出改变 然后才可以解决香港的问题 但李宇軒认为 无需理会中国是否会作出改变 应该把问题的焦点放在香港本身 法官李运腾解读 培伦德的视野比李宇軒更加讲更远 因为他是希望改变中国 李宇軒与培伦德之间是有意见分歧的 李宇軒认为 控制香港的敌人其实是香港政府和北京政府 但香港人的情绪未扩大到希望推翻中共 培伦德就认为自己从政学到了 人总是有敌人的 而且要打敌人的方法就是要瓜分他的军队 狠狠地打他 在占领他的周围 他强调每个成功的政治策略都是符合这种模式 培伦德以自问自答的方式 表示香港人自由的敌人就是中国共产党 李宇軒回复就说 他认为 这个正是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亦是制裁一直排行愿望清单守卫的原因 黎智英案从2023年12月18日开始审讯 预计审讯80天 随着多名证人作供 案件的恐怖细节越揭越多 随着审讯继续进行 相信黎智英勾结外国势力更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将会陆续曝光在世人眼前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赞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HKG报频道 按下这个小小铃铛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了